今天的新闻 经过了四天之后呢 今天要关注的新闻事件很多 最优先的要关注的 现在如果您是 您是透过收音机 那你可以正常听到 飞碟能不能忘飞碟早餐 你也可以透过 飞碟uforadio 那飞碟的飞碟的 a b p下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收听到飞碟联播网 飞碟早餐 飞碟联播网全网的节目 可是如果你要你要你要点 你要你要进 进YouTube平台 就点点点一点一点进去呢 他他告诉你说呢 没有没有影片 整个的飞碟联播网的频道 在YouTube频道上面来讲 影片全部都不见 那好像是前天吧 前天 那就是在在YouTube平台上面的飞碟联播网的所有的视频全部呢都被拉黑 通通的都没有 那因此我们也也看到有听众朋友们的在网路上面流话就说飞碟怎么了飞飞碟怎么了第一个飞碟不会不会不会倒了 第二个飞碟 嗯 其实就即使会也会也会承受很多的外部的压力比如说被罚五十万了我是说我好 比如说比如说这种的这种的文文字语语言语OK我反正就就是认认认定的我就是要要罚你这就是这个呢当然也就是也就再一次反正的就是说待会会谈到的为为为什么就说国民党的去去占领了立法院的议场一定要挡住了监察院的人士这跟的中选会是一样的中选会理论上来讲应该超越党派那现任的主委呢李静 李静勇先生他的党籍过去的也也受到非常多的质疑可是当你看到就同样的一个案子我不说对错了也不说这个这细节的问题同样的一个案子按程序上面来讲过去都可以先丢给了一个非碟所在地的台北市因此的既然认为了违反选拔法当然先丢给台北市选委会由台北市选委会的选间小组开会那把唐小龙讲话的带子听听 听完了之后呢由地方的选委会呢选间小组先开会决定选委会呢开完会就觉得他唐小龙这段话呢那够不够成了我一般选拔法该不该重罚他但是呢但是呢台北市选的选委会呢听完了之后我的我听说了我事后问的因为在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啊我我听说事后他们的听完之后说那这这这这这这这有什么好好罚的这根本根本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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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违反 选拔法的地方不能够只听到民调两个字就就说人家违法 那台湾台湾该不该有这种就所谓的所谓的这种的民调的民调的监默起本人是也是很有意见的那没关系法律规定就法律规定 重点是法律规定是这个样子但是唐小龙的说法有没有违法台北市选委会说没有事然后呢就就就发函 因为这这过程我完全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要说唐小龙去运作没有我我我没没那个本事台北市选委会台北市长是柯文哲我到现在为止跟柯文哲 都没有讲到话 好的 好吧那台北市选委会的就就 就是直接的就回了中选会说了这个那就说了裁定就不法 好的你没有想到隔了隔了没没多久中学会造罚所以台北市选委会呢看到新闻也吓一跳台北市选会到我们不是都裁定不法了吗 我后来听听说听说台北市选委会的又又 火了又发了个函呢给给中华选会说 以后如果说 你认定要要罚的 不管我怎么跟你跟你解释你既然交给我交给我地方的选委会呢要去做调查我调查完我们我们听完我们才才处不法但是如果你坚持要罚 那中央的跟跟台北市选委会的落差的这么大对同一件事情 对同样的一段话的落差这么大对法律的见解落差这么大那以后你自己调查就好了 我都听说了我也没有没有看到看到那个文我听说台北市选委会呢就发了这个文的给中华选委会说以后你自己要调查不用再来再再来八对我们这地方选委会了我们事情已经够多了你以后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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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谁你自己罚你自己负责就好了不要了我们来给你背书好像我们我们罚了罚了唐强龙你很你很高兴好吧就就能顺水推舟我们不罚唐强龙 你照样罚那有什么意思好吧这个 他在告诉你有一些的独立独立机关本身的本身的独立性的其实你不要被那个所谓的超越党派独立机关像是 中选会像监察院像NNCC都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个特定的政党一直政了之后他不但不会管理那个超越超越党派的我越要染指 这就是嗯OK你你越越越重视你的你的操守我越用大便的去磨磨磨你你越越洁生越洁生字号了我越想把你拖进一个大染缸里面把你给给给给毁了好那 这些呢当然都是了现在呢在台湾政坛政坛上面导致了所有的政治风气呢政治风气崩溃然后呢整个的政治标准荡然的关键的原因 不过这些 都跟费的联波网的消失 没有关系 好现在如果你听得见了费的联波网听得见费的早餐 那第一个如果你要你要你要看看现场的直播 如果你觉得每一天没有没有看到唐湘龙就很很难过那 那今天请你进进Facebook 那我们在Facebook的费的联波网的平台上面的现在在开直播 把直播开在这里 然后之后我们会再把这个直播的视频 会在会在会在转到因为飞的联波网 飞的联波网不见飞的联波网死 好了 我们会 会把会把会把这个中 会把重点的会 会在会在摆到的观点平台上头 观点观点还活着了 那 因为刚电台的希望的我我稍微解释一下呢 那在飞的联波网在YouTube平台上发生了什么事 好来那YouTube呢发了 YouTube发了发了这个 通知啊 发了通知 Notice 那给 飞的电台 说仅此通知您 因为这个是引运出来的我让大家看一下 在YouTube 那上面的上面这这这段话我要我要稍微念一下 仅此通知您 由于您屡次 或严重违反社群规范 那什么是社群规范的好以下的网子 打打打打打 好 因此 您的YouTube账户 飞的联波网 已遭到 停权 我这辈子都没有都都没有被停过什么什么权 但是 但是 最 最近 今年 今年是 我也我也没有犯 犯太岁啊 好 这是飞的联波网的事 YouTube 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安全 好后面后面是重点 YouTube 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安全 他说使用者不得建立含有 未成年人性暗示情境的影片内容 诸如社群规范所述 YouTube 不容许任何 掠夺性行为 因此我们无条件 禁止网站上面 出现任何相关行为 那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飞碟 联波网上 因为飞碟飞的全网的节目 是 五花八门的节目 那到底是哪一个节目的什么的内容 去 去 去碰触了这个规范 那违反了未成年人的 性暗示 的情境 就是有关于未成年人性教育的问题 好他说 那不知道 这个的 大概还在还在还在跟 跟 YouTube 平台在聊了解当中 好那因为我们 我们最最近 今天早上电台里面大家就在互相怀疑是谁 是谁干 是谁干了吧 因为他一定一定是最最近的事是谁干 爸爸所有的这些 影片啊 上传的影片节目内容调调看看到底是谁 害飞碟的被砍头 好那他都请注意 您不得存取 拥有 或建立 任何其他YouTube账户 你知道吗 换到今天当 当飞碟呢 不能说被砍头被关紧闭 被关紧闭 听说关一个礼拜吧 是吧好像听说关关一个礼拜 当飞碟在关紧闭的时候还不可以说哎那我们赶快我们我们在在在另外在在开个在开个账户 那把把他给叫做飞碟联联播网 然后呢把说所有的飞碟 不可以 他说如果要进一步了解 账户宗旨事宜和YouTube社群规范的实施办法 请造访说明中心 那个网址 如要针对停前处分提出申诉 请提交这份表单 好我念完了这个是 这是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到飞碟的原因 但是请你进 Facebook 那Facebook最近如果你有留意一下 这个 Mark Zogberg Zogberg最近也很惨呢 因为 在在美国也是一样受到很多的广告商的抵制 许多的广告商 比如说 联合利华联合利华是 是 去做做做做很多的生活用品的他是飞碟的那他不是飞碟他是他是这个 许多的许多的这个 大的这些的社群网站的广告客户大广告客户 好那也是Facebook的大客户但是呢他们就拒绝在飞的在这Facebook上面投送广广 在因为认为Facebook认为Facebook呢在反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上面的立场的是有问题的 好那 也没有呢也没有去去去抵制或者说去这个排除 那种族暴力 那纵容某一些的种族暴力的言语 在网站的留言留言当中流窜 所以呢许多的大广告客户就串联起来呢就砍Facebook广告 就是我不能够呢不能够把你停权不能够把你把你关掉但是我不投广告可以吧 所以呢Facebook的股票大跌 好这表示企业界本身 在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呢 呃你的你的金钱你的广告的投放他仍然可以去凸显你自己的价值 那这个呢是好的 那而且不不是在不是在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面 而是在某一些的人类的共同的精神文明有关的价值上面 进广告 回头之后 提供其他新闻 回头到飞的联播 飞的早餐 我是张家龙 现在没有没有办法在YouTube平台上面看到看到飞的联播网 飞的联播网的被YouTube停权 可能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不知道现在还在 还在聊了解问题 了解到底是 到底是 是谁干的 到底是谁 这个在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媒体的一个直播平台上面的风险很高啊 因为 因为 因为飞碟的主持人五花八门啊 你哪晓得哪个哪个主持人在什么时候呢 那每每天的都有节目24小时都有节目 你哪晓得在在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频段上面 那哪一句话哪一段的这个这个节目的出了问题 就是触触动了就说 熔断 这就算是一种的一种的YouTube的熔断机制 就是碰到了之后呢 他就 就是那保险丝的烧了 烧了之后呢就被熔断 好了对了 这个对对对对飞碟的就YouTube观众朋友来讲的可能会会会是一个蛮大的困扰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的稍晚的时候的稍晚的时候观点还是可以看得到那飞的联播网 那飞碟早餐的节目 那同时待会九点半钟 九点半钟今天礼拜一的时间有震惊龙凤沛 今天新闻其实非常非常多 重要的一些新闻 两岸的 比如大陆现在整个的长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现在正在面临到面临到呢 现在正在讯息 那这个讯息的讯了 在台湾了台湾当然5月之后也开始进入到了防防训 这个是 这是韩国瑜在被罢免之前的时候呢对高雄做的最后一 最后最后一件功德 好了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说韩国瑜带着他的市府的团队三个很棒的副副市长 虽然韩国被罢免了这个市府团队的被解散 但是 高高雄市民如果如果未来 没有如果遇到一些的 比较大的一些的 一些的一些的意外事件的时候 那回头回头看看想想看 这个团队在这段时间默默做的事情 好 但是今天的今天的重点 在 各报都一样了 各报今天做今天不管是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联合报的头版的新闻都一样 都是反城局 蓝军突袭 夜宿 占领一场 那立法院协商要开临时会前夕的时候国民党出招因为 民进党想要在临时会的时候 要霸王英尚公 霸王英尚公 横财入罩 要通过监察委员 尤其是陈菊的监察院院长的人事 在 昨天 以前 我我认为陈菊当监察院长当定了 因为我认为国民党没有那个底 我认为我认为国民党现在 风雨飘摇 我认为国民党三十几个委员撩备一格 当选算运气 但是没有士气 好但是 昨天的这个动作 让我觉得 不错 我看老娘的镜头 我看到你们的你们的诉求 我觉得 国民党 成为台湾 政治的防腐剂这件事情 我觉得国民党 开始发生作用 国民党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叶克莫 在台湾的台湾的政治 是一塌糊涂 台湾的所有的政治标标准 飘移 践踏 几乎 都都是纵容 今天的 今天的蔡英文在狂盛之后 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有的所有的这种的政党政治的机制 几乎 都不见 那 在过去在我二三十年 在 从事媒体工作也在观察政治的经验 我说过了过去当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我我之所以希望看到政党轮替是因为我 痛恨国民党里面的那种的 黑金腐败 那种的那种 陈陈辅的老旧的气息 知道就说 台湾的未来 如果 在二 2000年 在当时没有政党轮 你如果继续交给国民党 国民党 整个的整个台湾 也就继续呢 被这种的 黑金力量把持 而把持 这股黑金力量的精神导师 是李登辉 而国民党在在内部 是没有任何人敢去挑战李登辉的权 很威因此的纵容整个的整个的黑道跟金权的力量 那盘根错错解的控制的就是台湾的台湾政治跟所有的社会资源的分配 好了在当时的民进党的很多的很多的诉求党政军退出三台啊 党政军退出校园啊 呃废除刑法100条百分之百的言论言论自由 天哪就是对对我来讲超有超有吸引力的 这种口号喊喊出来说震天嘎响 尤其在我的世代 也百合学运起来 那种的万万年国会 一定要改选 超有说服力的 本人 即使来来自于谈不上是申懒 即使是一个一个国民党老兵带大的海孩子 本人在年轻的时代对这些的口号 虽然不会呢去跟爸爸能去吵架 但是呢对对这些的对这些的口号觉得 你在理智上面可以说说服我 可是今天 同样的一群人同样的一个党 过去曾曾经说服我的事情 今天俨然对我都都是一种 一种一种用百分之百的欺骗 在过去的讲得出这些话的人 今天的都在非常不要脸的 在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 我当然也知道在这现在的年轻的年轻的世代 我不要说说这些年轻人都被洗脑 或者或者怎么样 这个这个判断了 实之武断 可是 回到一个像我年轻时候的那种 对于某一些 基本价值的诉求 你会觉得 虽然 虽然我跟他没有什么渊源 虽然在政治立场可能不一样 可是那个那个诉求 就整个的台湾就整个国家体制的重建 跟发展来讲是需要的 是对的 我就会支持你 当国民党很烂 我就会希望你你赶快滚蛋 可是眼前的国民党 我认为国民党的本来经过这两次的挫折 尤其在韩国一被罢免 你看到许昆源在 在 在端午节 俨然就 就是台湾当代当代曲员一样 许昆源发上 那 我觉得 国民党最最早还帮许 许昆源 办了一场 对得起许 许昆源 的商势 好那当 许昆源的伤势办完了 本来想想说国民党是不是就 就 就关门就歇业了 但没有想到 原来国民党还有这一手 国民党我本来以为 我上个礼拜我访问黄建廷 前台东县县长 本来很明显的是被 被蔡英文被民进党安排来 当 陈菊的化妆品 但没想到黄建廷 的人士一传出来之后 国民党觉得 被耍了 私底下在劝黄建廷的 当然是有很多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民进党对黄建廷发动一波又一波 毁灭性的攻击 好那黄建廷退 那之前担任这个 就说水水水水利 署署长的 陈真贤退 OK 那 那我们不玩了 好但是民进党照样 开临时会准备要通过一个没有副院长 的一个院院长 陈菊 已经 绝大部分绝大部分的都是绿的不得了的监察委员 基本上各个都是小陈师梦 的监察委员的名单 我眼看着就说这种的这种这种的镇头摆出来了之后 在政治上面的这种的镇头摆出来就就就一副呢要要要打架的样子国民党大概呢也是莫可奈何国民党 看起来呢就是 就是施老兵痞 可是当国民党竟然让我很意外的用夜席的方式这个时候就可以唱夜席 好 那 攻进了立法院的 异常 繁琐 然后 开始的长时间的抗争 我发自内心的跟你们说 你们也也许听得到堂香楼 在早上的这个时间 你们也许可以透过一些视频 很抱歉 今天的 今天的飞 飞的联播网刚好呢 刚好坏掉 但是请你看facebook 本人 请代表我个人 跟 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向你们致敬 请你一定要相信 你们在做一件超级对的事情 如果这样子一个监察院就这样子过了 如果成局的案子就这样子过了 那 第一个要要在野党干什么 第二个台湾还有什么政治是非 民进党爱之欲其生物之欲其死 蔡英文要要用怎么样的言语去包装去神格化 去美化成局 这是蔡英文的嘴 蔡英文连陈明文都都像神一样 你想这陈局又又算什么 我说陈明文陈陈局 蔡英文旁边的二层 同却春生锁二层 那蔡英文旁边的二层 陈明文 陈局 一男一女 金童玉玉女 左右护法 就是都 都来自地方 还还需要多多多多做怎么样的解释吗 那 陈明文的三百万到现在我以为是不用解释的 那个就已经是已经是洗洗钱 连连连连司法 连法务部的次长 蔡壁仲都要出来为他擦脂抹粉 老好朋友吧 这样子党还有救啊 选举输赢是一回事情 输赢输掉了 赢 赢到了政治的职位 但是 明南话讲 不能贏 嫁又贏 不要 不要赢了之后还要嘴嘴巴上面 吃人家豆腐 碎碎面 国民党输 但是呢不要的输掉了自己的原则 所以当昨天看到 国民党的 委员们 因为这些委员们 年纪 比较长一点的 像阿宝 也在 年纪轻一点的 像洪孟凯 甚至因为党主席刚好 也是立法委员江启臣 你现在都在异常里头 上次 一场将被霸占是太阳花 太阳花对或者是错对对台湾会有什么伤害看民进党敢不敢废掉 就知道民进党如果支持太阳花到那地步 当初呢在发动太阳花的 今天没有回过头去这四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头去告诉蔡英文说 我们太阳花都把符帽都挡住了 你2016年执政到现在2020年你 为什么还不费 你不要告诉我说的那个 只有 只有呢 两百两百两百多亿 美金 的双边的贸易量不是这个样 而是 是个象征意义 我们我们我们用太阳花把 EGFA挡 把 把符帽协议挡住了 两岸两岸之间的FTA已经死了 那你EGFA为什么还不费 太阳花 真正要凸显的价值在于看 民进党费不费 EGFA 你民进党都不讲话 2011年的时候觉得EGFA是毒蛇猛兽啊 但是现在呢2020年的时候的对EGFA 完全装没看到 那是太阳花 那太阳花毕竟是一个两岸的两岸政治问题所衍生衍生出来的街头上的政治操作 你年轻人是被利用了 是不是能感受到这种就说了一个一个政治运动把某一个对的方向跟趋势 给给毁了 年轻人让年轻人自己去做判断 我们要在当时马英九应对这件事应对的非常差 最后呢把自己也 搞垮了 可是 这一次 国民党的几位的委员 在临时会开会之前 进到异常里头 最后能不能够把陈局这么烂的人事案挡住 看你国民党本身 你准备为为这件事情 你要你要付付出呢多大的 代价 体力 心力 在这种的 人间六月天端午节 刚过天气这么热晚上没有冷气 要待在那样的一个异常里面不容易啊 我给你拍拍手 虽然 我会我再想想看看还还还能不能在在在帮忙什么 我只说 这些国民党的委员们为为什么要这种方式来凸显 因为现在 不是太阳花的时代 现在是太菊花的时代 陈菊 监察院院院长 台湾的政治也未免太菊花了一点 太菊花 是必是必必需要检讨的 是必需要 要矫正的 如果 黄建廷 的那些都无罪的案子 跟他也没有关关系的像是美美丽湾的开发案 民进党都大做文章 而你们回过头去对陈菊 所有在高雄市长任内的这些的 被纠举的 被纠正的 一狗票的案子 竹帆布及被载的 都装没看到 那 我也只能够回回头内 那句话 我还是很佩服民进党的朋友的 我常说 国民党需要道德勇气 国民党要有道德勇气 对的就就是对的 该做就做 要不然 你一定不 不是民进党对手 因为民进党有一种更大的勇气 叫做不道德的勇气 你知道在一个在公共平台上面 不道德的勇气 像像唐将龙每一天好像都在都在高举 某些政治标准 这不厉害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本来就是对的 你听唐将龙在讲 顶多你会觉得说唐将龙狗废火火车 讲了半天之后你对民进党讲有什么用 但是你要佩服民进党是民进党有不道德的勇气 明明知道 大家听你 看这个人人事案 看你做做这件事 听你讲话就想吐口水 你还敢说你还敢做 这种不道德的勇气 就是帮派文化 帮派就是一种不道德勇气的集合体 我们杀人 我们放火 我们都可以 我们是一挂的 我们把这件事情合合理化 管理法律规定是什么管理我过去讲过什么 管理我们所标准的价值是什么 道德勇气不见得是那种不道德勇气的对手 但是让大家看看 民进党的不道德的勇气多么的可怕 进广告回头聊 8点55分42秒 好待会9点半钟的时间 还有政经龙凤沛 在YouTube平台观点平台上 所以不管是不管是现在的 现在现在的国民党在异常里面的持续的抗争 好待会我和和风鲜 我们会好好谈 另外 我 我觉得我就待会的政经龙凤沛 我想要花一些时间 去去谈一下现在大陆的大陆的洪水 你在你在你 你在这几天的时间 你看台湾的新闻 第1个 你会你会看到很多幸灾乐祸 你觉得哇大陆快晚了 到处都在在淹水 三峡三峡大坝快溃提了 你们赶快逃啊 几亿人 长江长长江上下九神 那个有多少人啊 三峡三峡大的大坝呢 在宜昌宜昌宜昌下来 第1个大城市就是武汉 他武汉完了武汉的之前的躲过的疫情 现在躲不过灾情 再下去呢 洞庭湖 薄阳湖 然后呢 就直接冲出去 拿到上海 上海也完了 一定所有的大楼都被冲到海 海里去 这种话你大概最近常听 就觉得第1个 那种那种那种讲话的口吻不是悲听敏人了是幸灾乐祸 那 第2个呢 对于三峡三峡大的大坝的那种的灾难灾难性的预言 在台湾 几乎的每隔一两年 我都我上个上个礼拜我稍微提到 就是如果说如果台湾的这些的这些政论节目这些的名嘴们 那 挂在嘴巴上面的那种的近乎无知近乎白痴 的那种的那种的分分析 连基本的功课都不做 那我真佩服你 就你连你连你连三峡大坝是怎么运作的 以及现在灾情到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呃 如果如果以现在的洪水量来讲 我只能够说现在 还早的 就是这些因素喝 就是这些因素吃着 如果以后 我认为这个事 就是这个怪兽的 就是这种怪兽的 因为我大家 就是这种怪兽的 好的一种怪兽的 就是你知道 现在这种怪兽的 就是 inv boy 另外一种怪兽的 可能怪兽的 是我们有没有 reasonable